我们要敬畏神的公义和审判,同时信靠祂的大能和恩典,当我们面对逆境和挑战时,应该把信心放在上帝身上,并将感谢和真诚的话语献给祂。 这不仅是一种对神的敬拜,也是一种对自己和他人的祝福,诸天必表明他的公义,因为神是那施行审判的大能者耶和华,他已经发言招呼遍及天下,从东方到西方,神的光已经在阳安中发出,他的存在和荣耀已经显现出来,我们的神要来,他绝不闭口,他的话语有如烈火能吞灭一切,并有暴风四围猛力吹袭, 他向上天和下地发出呼声,会要审判他的子民,呼召那些与他立约并献上祭物的圣民来到他的面前,因此,我们要凡是信靠上帝,特别在面对困难的时候,要献上感恩的心,我们的舌头不应该说出诡诈的话,而要以真诚合成诗为标准,将我们的言语用于神的荣耀和他人的造福,爱你的天父照着谜启示给我的话成就。 封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,阿们。